三太子循根之旅,位于江游市甘远山东路,魔障肉身坟,现今样貌,是2007年秋,由台湾姓仲,出自修盖而成一句碑文显示距今最近的一次修起,是清同志五年1866年,碑文上有太子庙,领祖大帝庙与首拜尔一文部落,可见,此处原并非只有魔障肉身坟。 离开了魔障肉身坟前往金光洞乘车抵达后可选择步行阶梯前往,或电话联系金光洞内的道长请协助找挑夫,需则付费请挑夫协助帮忙,一般无预约,是无此服务我,从台湾出发千里寻根来至中国将有朝圣,一团共16位出席,这里驻守的道长是全真交龙门派的道士, 据说这里也是古代传说中的魔障金光洞,金光洞,一名太乙洞,或约天仓洞,为太乙真人修道处,来自台湾无极天凤无目光的我们感谢宝望旅行社的金星安台之旅,金光洞是一处天然形成的石洞,深不可测,其东海拔1800米,洞口高18米,宽16米, 据市区中抱30余公里,为时灰岩溶洞,在洞内有许许多多的神像,洞内温度异常冰冷,这种冷不是单纯的温度低而已,是一股冰寒之气笼罩在你的身旁,洞内瑰丽雄奇,差何无数,除有天然狮,虎,龟,鳖,玉竹,琼琳,练丹炉,镇丹炉,镇山塔等外,还有孝子贵天桥,旧转宫,苦竹林等家景, 炼丹炉,树正俱穴,身不见地,投石树响,难闻只生。 陈塘关周围山是险峻,见山洪设爱,大有一夫当官,万夫莫开之事,据将由地方史志记载,这里的陈塘关乃是英宙王所设的官爱,派托塔天王李靖包守,据说罗诈三太子诞生的地方,曾经是著名道观, 建有古关爱城楼,道观山门,除了主寺魔诈太子和其母英夫人的太子宫和贝尔殿之外, 商建有,观音阁,玉皇殿,昆元殿,灵祖殿,八仙殿,三清殿,福西神农殿等公关,现城堂关景村太子宫和三清殿, 并不幸在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遭到了严重回损, 新台湾信众军资重建了太子宫,重属太子金身,目前还在墓资继续建设太子祖庙, 弘扬了魔诈太子的文化兵得以流传。 我以为没有水的, 哦,是凡茶的就能听完 宵有水,糖炒很 哦,讓他安装吃了我们看看 小心 economist,盯着我们 spring without it 看这边 咱们这里慢慢 뉴 chce,来,挟得咧? 对,一下就来啊! 我们这边帮来慢慢的啊! 蓬州九楼山,三味�ста靈,所謂三味, 乃佛教用语,梵文音译,是指排出一切杂念,是人心神平静的意思 是鉴于唐义宗贤通十三年,西远八七二年,迄今已有1140多年的历史 他是上三昧,水亭四,中三昧,智德四,下三昧,安国四,得统称 广城法师指出,在三昧禅林共有两处三昧水的水源头 其中一处是坐于山上,一般信众要应用虚堂两小时的路程才能抵达 另一处是在三昧禅林内,法师说,由于三昧水的圣明远过 许多信徒都不喜道来拿取三昧水 三昧禅因唐大悟达果实协约人面疮的泉水而得名 如今三昧泉水人外流不息,恩泽后世 彭州三昧水自古就是佛教徒里佛全真的 圣地和名人哪是有力向往,前人有息游不到三昧水 王自蜀中走一回的后赞之词,三昧水参道场 至史书及佛家经典记载 唐大悟达果实早年在长安时,遇见一位生患热剂的一僧 众人都怨而逼之,但悟达果实却经常照顾他而无怨言 分别时遇生对悟达果实说,你今后有难,可到西蜀澎州九楼山照我,那里有两棵高大的松鼠 后来,悟达果实的左膝上长了一个人面疮痛楚万般 求一无了,他忽然想起往日遇生之言 于是到澎州寻找,来到九楼山,过剑双松立于奸云之间,走近 易僧已在门前相迎,悟达果实将古勤告之 易僧说,无妨,那边倒下有三昧泉水洗之,人面疮即会好的 易成,悟达果实以三昧水洗之,人面疮立即消失 易僧指点,悟达史是前回汉朝的元朗,因杀朝错而结冤 故身此窗,如今终算了解,长念坚毅僧汉妙与君不见 悟达果实感其输意,深思及时之一冤 如果没有遇到这位圣僧是无法了解的,果实便解卯为安 谢旧,慈悲三昧水产,三卷,朝夕礼宋,后转过天下 成为佛教界必修之客,三昧禅从此称为西蜀明圣之地